这是一个,震惊整个泰国的惊天药文。泰国上下,都被这条资讯量大的惊人的药文,刷爆了全部的注意力。何止是泰国?纵观整个当代世界的政治发展史,我们都很难找到如此具有戏剧化色彩的神展开。这则让人诧异的信息,本身并不复杂。 泰国拉玛九世先王的长女,现任国王拉玛十世王的姐姐,乌文乐公主,成为了具有他性背景的新政党泰国党正式提名的总理候选人。公主参政,震惊世界。2月8日上午9点,泰国为国党党魁比利插鹏走进选举委员会办公室,正式提交总理候选人名单。 令人震惊的是,为国党提名的总理候选人,竟是泰国乌文乐公主。 看到名单上印住乌文乐公主的名字和照片,在场的工作人员和记者,瞬间陷入一片骚动。震惊之余。 纷纷拍下了这历史性的一刻。 泰国国党比利插鹏表示,乌文乐公主的想法与为国党不谋而合。 为国党领导已经征求了公主的意见。 公主也表示同意。 因此,本次提名完全符合各项法律规定。 之后,卫国党方面还公开了宣告档案。 档案中除了介绍了乌文乐公主的主要个人经历外,还特别提到乌文乐公主认为,现在是时候挺身而出。 担任总理。 帮助泰国人民。 宣告中表示,乌文乐公主决心用一种全新的思路治理国家。 运用新科技提升泰国的经济,让泰国跟上世界的发展。 而为国党将全力实践公主的各项理念。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一天的周四,该宣告已经在泰国网上广为流传。 但由于事关王室,没有任何媒体对这一信息进行公开报道。 昨天下午,泰梅甚至一度释出澄清报道,否认外界流传的为国党提名宣告的真实性。 今天上午,乌文乐公主在IG账号发文,除了向粉丝问候早安外,还介绍了自己近几天在清迈河南邦参加活动的情况。 同一天,巴育正式接受总理提名,不知是否是巧合。 就在公主参政的同一日,泰国金政府现任总理巴育战奥蔡上将也接受了泰国公民力量党的提名,正式成为一名总理候选人。 2019年2月8日,泰国公民力量党Zag Prachareff,领导乌达东接受采访时表示,大选将至。 这是政府及民众的期盼。 国家各项建设及政策发展,将会迎来崭新一业。 本人联合党内成员,根据国家战略部署,及未来规划一致决定,邀请现任总理巴育战奥蔡上将成为公民力量党总理候选人代表。 同时全力支援巴育,成为下届国家总理。 随后,总理巴育本人正式回应,接受提名。 以公民力量党唯一总理候选人的身份,参与角逐总理之位。 在采访中,巴育没有回答任何关于乌问乐公主贪选的问题。 而泰国主流媒体曼谷邮报,在今日的头条文章中评述到公主获得提名。 影响力压倒了巴育总理提名的影响力。 对巴育总理在大选中延续全力的努力,造成严重打击。 乌问乐公主 是何许人也 乌问乐公主 1951年生于瑞士洛桑 是已故的拉玛九世王普密彭陛下,与王后施利及殿下的长女。 也是现任泰国国王马哈拉及拉隆公的姐姐。 对于中国人而言, 乌问乐公主或许比不上她的妹妹施灵通公主那样让人熟悉。 而在泰国 乌问乐公主殿下,却是一个因不走寻常路的人生抉择,高贵优雅的气质外形。 热心慈善的声明,而名望极高的女强人公主。 在美国完成学业后,乌问乐公主不顾王室的劝阻。 不惜放弃王室头衔,而与美国人皮特詹森结婚。 1998年这段婚姻,已离婚告终。 乌问乐公主席子女返回泰国,重返王室。 2004年,印度洋海啸。 乌问乐公主之子不幸丧生。 公主化悲痛为慈悲,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 成立了许多慈善机构。 善明忍播。 此外,乌问乐公主还在2008年和2011年两次出演电影。 所得收入全部用于慈善事业。 可谓形象气质俱佳的明星公主。 公主参政,成算几何。 乌问乐公主的参选,之所以引发轩然大波。 并不仅仅因为王室参政,在将近90年的时间内,绝无仅有更因为他的参选。 就像一个沉重的砝码。 一张迟来的底牌,一瞬间彻底反转了泰国政坛的力量对比。 2月8日是各政党提交候选人名单的最后一天。 伴随着乌问乐公主和巴玉的压轴登场。 截至目前。 为泰党、民主党、公民力量党、卫国党、新未来党、泰国发展党、泰自由党及泰自豪党,均已提交候选人名单。 各党派的总理候选人如下。 为国党乌问乐公主。 为泰党速达乐、查查、猜嘎斯。 公民力量党巴玉、民主党阿批石、新未来党塔纳通、泰国发展党甘扎纳、泰自由党瑟利批肃、泰自豪党阿努提。 在公主参选的讯息传出后。 泰国民间热议纷纷。 多数人对她的参政时看好和支援的态度。 泰国网记者随机走访的一些泰国民众普遍认为。 乌问乐公主是一个极有主见的人。 即便提名她竞选总理的政党,具有她性背景。 当选总理后,她也不会受她性摆布。 且由于其特殊地位。 她所领导的政府,将不会轻易受到外界干扰。 更不会像政客一样,被政治交易和贪腐所侵蚀。 因此,许多受访民众,对乌问乐公主参选的前景,普遍看好。 由于提名她为总理候选人的泰国国党,普遍被视为为泰党的备胎。 使她能够获得支援为泰党的选民的选票。 而她王室的背景,又深得保守派选民的接受。 因此她的参选。 对此前的泰国政坛格局,具有巨大的颠覆性影响。 目前,泰国王室对乌问乐公主参选尚未表态。 而支援八一总理的泰国人民改革党,在八日曾指出王室参政涉嫌违反现行选举法。 无论如何,乌问乐公主的突然参政。 如同在暗流涌动的水面上,投下了一颗炸弹。 泰国原本的政治力量对比,出现意外的逆转。 这对三月底的泰国大选,会造成什么样的最终结果? 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拭目以待。